OK,本节讲是策略模式 还是要分为概念 演示和总结这几部分来讲 策略模式呢 它就是不同策略分开处理 所谓策略呢 就是一种执行方式 对不对 简单来讲 如果没有策略模式的话 我们就会有很多fls或者sweetcase 当然如果是就那么两三个条件 我们就用flsweetcase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逻辑多了 然后层级多了 你再去用这个fls 很多去累起来 那样的话的可读性 或者说这个维护性能 就特别特别差了 所以说我们才有策略模式 这样一种设计模式 来去应对这个问题 JS中没找到的几点应用场景 这不是说JS中就用不到 JS中就用得多 不是这样的 你像这种大量的fls 或sweetcase这种东西 跟什么语言没有关系 它跟业务有关系 本身fls和sweetcase 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功能 就是如果这样 否则怎么样 对吧 但如果这个业务很复杂的话 那我们这个fls肯定会很多 就无论是JS也好 JS也好 Pathom也好 PGP也好 就是它都会伴随着 业务的复杂性增高 而去有大量的fls 或者sweetcase这样的一个使用 才会去用策略模式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是关注业务就好了 就是你在平常判断 是不是使用策略模式 你要看业务 你要看见自己的业务 是不是有大量的fls 这跟什么语言 其实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直接看一个演示吧 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用户 类似于你去超市买东西 你就是超市的用户 对吧 然后分为几种类型 有普通的用户 有会员 还有VIP 然后这些不同的类型呢 可能买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折扣 对吧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fls 在真实的使用场景中 比如说一个超市的管理系统 那逻辑可能就大了去了 对吧 不光要判断用户 你还要判断商品 什么的商品打质 以及你还要判断商品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是不是快过期的商品 咱们专业时间打质卖掉 很多的关系很复杂 对不对 那我们这儿呢 就也是一种情况 就考虑用户的情况 那我们该怎么去用这个策略模式呢 我们把所有的用户呢 单独做一个类的处理 然后呢 类里面呢 都全部去实现这个BiA的方法 在ES6或者GS中呢 它没有进口这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就这儿 直接去口头约定 每个类必须实现这个BiA 好 然后我们在执行BiA的时候呢 其实不同的BiA 就可以处理不同的逻辑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FLS的逻辑处理了 对吧 你需要什么用户 你就出的话 什么用户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代码演示一下吧 回到我们的代码环境中 然后我们把之前代码都清空掉 classuser constructor 然后我要传一个type进来 list.type 复制成type 然后这儿要有一个BiA的一个购买的方法 然后iflist.type 等于 ordinary就是普通用户 我们就打印一下普通用户购买 你直接去拷贝一下 粘贴过来 拷贝粘贴就可以了 member 这就是会员用户购买 这就是会员用户购买 对吧 然后再else 如果这是VIP 我们就写成什么 写成VIP用户购买 这种那个逻辑 对吧 然后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测试代码 U1 复制成new user 然后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ordinary 然后 U1.bi 好 我们再把这个拷贝一下 然后 U2 我传入一个member 就是会员用户 然后U2.bi U3 我们传入一个VIP U3.bi 就是这个地方 需要进行改造 对吧 可能有大量的fls 好 我们保存 我们在控制台中 去运行npm run 第一位 好 打印出来了 普通用户购买 会员用户购买 和VIP用户购买 功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功能不能实现 但是呢 设计模式的存在 不是为了解决bug的 而是为了提升设计能力 提升扩展性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要进行修改 我们要怎么改呢 我们先把这个上面 注释掉 就是我们针对 不同的用户 我们去设定不同的类 把它们全部分开 不要混一块 针对普通用户 给它弄一个 audinary user的class 然后弄一个 by方法 打印一下 普通用户购买 好 我们直接去拷贝 改就行了 比如说针对 这个会员用户 会员用户购买 我这个地方 注释的时候 还漏了一个 我们把它拷过来 放在这 好 继续针对VIP用户 把 VIP用户购买 OK 我们处理化了几个类之后 这样的话 就会把那个逻辑 给分开了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用到什么用户 我们就去处理化 什么用户就可以了 这样做就会摆脱了 之前说的那种很多个 fls的逻辑 比如说 u1.by 然后 u2.by 最后呢 是u3.by 好 这就是针对上面这个fls 很多的逻辑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区分 这个fls的逻辑 其实就是为了区分这个type 对吧 不同的type 然后fls不一样 那我们就干脆 把每个type都给它分开就好了 然后使用什么 我们就去出入化 什么样的类 好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看看打印的效果 普通用户购买 呼员用户购买 VIP用户购买 这也是一样的 运行肯定是没有问题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设计原则的印证 不同策略 分开处理 不是混合在一块 这是一个基本的处理思路 这个肯定是 复合开放分析原子 所以这种区分开处理 不混一块的 都是复合开放分析原子 最后总结 概念用意 其实就是为了处理 这种大量的fls 或者sweet case 这种签套 或者说很多层级的 这种复杂的一些逻辑 解决代码的 这个可维护性 和可读性 就是分成不同的策略来处理 实验方式呢 按照我们上面的例子呢 是针对sweet frs呢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 分开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给它 新建了很多个不同的类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不是用frs来判断 就是使用什么呢 我们直接去处理化 那个类的实例就可以了 最后JSStone使用场景呢 这个要根据 业务的复杂性做判断 不是根据什么语言做判断 这个之前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OK 那本节策略模式 就这样也完了 谢谢大家